大家好,歡迎來到隨意聊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起發生在二戰時的英勇事蹟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18歲的德軍士兵 他的名字叫卡爾海因茨羅斯 羅斯是一位隸屬於德國國防軍的年輕士兵 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他的故事和後續所引起的效應 卡爾海因茨羅斯出生並成長於二戰爆發時期的德國 他在1944年的7月被德國國防軍徵召入伍 羅斯是一名一等兵 他隸屬的單位駐紮於荷蘭的哥爾勒地區 當時的荷蘭處於被德國佔領的狀態 當地的居民對於這群外來者非常的痛恨 1942年8月7日 哥爾勒地區的荷蘭反抗軍曾經趁著夜射爆破了當地的鐵路 憤怒的德國士兵發現後 在附近的村莊中抓了五名無辜的農夫 並在哥爾勒附近的村外 將這五名人質綁在木莊上槍決 用以殺機儆猴 而這個舉動也讓雙方的關係陷入了仇恨的漩渦當中 卡爾海因茨羅斯當時的處境就是如此艱難 1944年時 德國在戰爭的泰式上已經陷入被動 開始節節敗退 羅斯和他的戰友們 除了必須要隨時注意敵軍的反攻外 還要常常提防當地居民的報復 雙方的仇恨也日益增加 但是羅斯並沒有被這種仇恨的氛圍給影響 1944年10月6日 羅斯18歲生日的三天後 隸屬於同盟國的英國軍隊 開始朝羅斯所在的哥爾勒地區發起的進攻 英軍的炮火傾瀉而下 伴隨著炮火的掩護 英軍的部隊也開始朝哥爾勒前進 羅斯所屬的單位 駐紮在附近一座農村的房子裡 他和幾位隊友埋伏在一棟房屋的地下室中 躲避英軍的轟炸 並準備事蹟做出反擊 但此時羅斯和他的隊友 意外地發現了農場主人的兩位小孩 還留在院子內 他們對於即將來到的危險一無所知 亦或是兩人被砲擊的恐怖聲響給震懾 他們分別是圖斯基爾斯登和楊基爾斯登 羅斯意識到如果再不採取行動 圖斯和楊將沒有機會長大 於是他不顧自己的安危 從安全地下室中衝出 他將兩位小朋友一人一個地 夾在了自己的手背下面 千鈞一髮地 將兩人給帶往了他剛剛所在的地下室 等到確認兩人安全後 羅斯想要再看看外面 是不是還有一班民眾或是小孩需要幫助 於是他再次離開了安全地帶 回到了農場的院子 但這次他的運氣沒有喪失那麼好了 一枚英軍的手榴彈在他的身旁炸開 這位18歲的年輕士兵當場死亡 手榴彈爆破的威力將他的軀體給震碎 他的幾位戰友親眼目睹了他的死狀 戰爭結束後 羅斯的幾位戰友幸運地生存了下來並回到了德國 他們將羅斯的司機告訴了他的父母 羅斯的家人戰後住在東德 他的父親後來前往了荷蘭 並在哥爾勒的農場參觀了自己兒子的葬身之地和簡陋的墳墓 此時鎮上的人們仍然保持沉默 沒有人談論卡爾海因茨羅斯的犧牲 這位年輕士兵是為了拯救兩個荷蘭的孩子而死 相反的 哥爾勒農場外還是保留了當初德國士兵 處死荷蘭農民的武根木柱 哥爾勒地區到處都還是弥漫了仇恨的氣氛 羅斯父親的處境被一位當地的市議員魯文達爾給發現 魯文達爾意識到 雖然羅斯當時的身份是一位敵軍士兵 但是他無私的行為應該得到紀念 他曾經對著記者說到 這位英勇跟年輕人犧牲了生命 拯救了我們國家的小孩 但是他的故事過了60年都沒有人紀念 單單就因為他是一個該死的克勞特 2008年76歲的魯文達爾展開了行動 他曾和媒體表示 一些荷蘭當地人已經陷入了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 他們認為只要是德國人 就都是納粹分子和惡棍 所有的荷蘭人就是好人 但其實當時很多荷蘭人加入到德國納粹的陣營當中 他們出賣自己的荷蘭同胞 對猶太籍的荷蘭人進行搶劫殺害 或是將他們抓給德國的命運警察 關進集中引力 但是大部分的荷蘭民眾不喜歡聽到這些 魯文達爾一開始將紀念羅斯的提案提交給了市議會 他希望能夠以公費的方式 在哥爾勒的公共場所樹立羅斯的紀念碑 但他的提議遭到了各方的反對 許多人對於替德國士兵立紀念碑這件事情 非常的感冒 而市議會也以此事對社會過於敏感 和不希望哥爾勒成為新納粹狂熱分子的朝聖帝等理由拒絕的此項提案 並且更禁止有人在公共場所裡樹立和羅斯相關的紀念碑或雕像 但魯文達爾和他的支持者們沒有放棄 而當時被羅斯所救的兩位小孩 圖斯基爾斯登和楊基爾斯登都已經長大成人 他們到處述說著羅斯在他們身上無私的犧牲故事 支持魯文達爾的荷蘭民眾越來越多 許多哥爾勒地區的村民也開始聲援他們 於是魯文達爾展開了募款活動 並順利地募得了建造紀念碑的資金 除了紀念碑外 羅斯的屍體也從原先哥爾勒農場外的簡陋墓地 移到了伊塞爾斯泰因的德國戰爭公墓 羅斯的家族成員被告知了這件事情 但可惜的是他的父母皆已過世 無法得知這件好消息 最終卡爾海因池羅斯的紀念碑完成了 但礙於法令的限制 魯文達爾至好將其安置於 哥爾勒一位荷蘭公民的私人住宅花園中 這位年長的荷蘭公民曾經親眼見過羅斯本人 紀念碑落成後 吸引了大批的村民前往觀禮 魯文達爾在典禮上表示 這座紀念碑並不是為了紀念德國軍隊的侵略 而是為了紀念一名年輕德國士兵的人性 紀念碑落成時 除了當地的荷蘭軍民外 也有許多英國和美國的退伍老兵前來 和這位昔日的敵國士兵致意 紀念碑的最後一句話寫到 這座雕像之所以存在 是為了和卡爾海因池羅斯 並一切在那個邪惡的時代中 還願意挺身行善的人致敬 OK 本期二戰時各的無名英雄的故事 就分享到此 羅斯紀念碑是世界上唯二 由德國戰時的敵人 在戰後替德國士兵所建立的紀念碑 另一個紀念碑是德國中尉 弗里德里希倫菲爾德的 他在赫根之戰中 為了救援一名美軍傷兵而犧牲 最後美國的退伍軍人協會 在戰後幫他立紀念碑 未來有機會再和大家講述他的故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